嗨,大家好,我是五年男班陈雨昕 我要跟大家分享高雄几个好玩的景点哦 第一个景点是高雄的爱河 它以前的名字是打口川 也是一条运河和小型河川 也是台湾少数以河为名的河川 经过长期改造后 现在成为高雄重要的旅游景点 还有,大家知道爱河的游览吗? 爱河的游览是当时有一家爱河游传所 在台风过后只剩下爱河这两个字 后来被一名记者拍摄照片后 透过报纸的传播变成现在爱河的游览 第二个景点是高雄的美农 美农游纸散是源于中国大陆的纸质 或布置的伞 油纸散除了是挡羊遮雨的日常用品外 也是嫁娶婚俗不可或缺的物品哦 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出嫁下轿时 媒婆会用红色油纸散遮着新娘作为辟邪的作用 日本也会把油纸散作为婚丧喜事用的东西哦 另外想到美农也会想到美农的板条 美农的板条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还有水莲 水莲也是美农出产的 第三个景点是西子湾 西子湾南面隔海与奇经岛相望 而它的最北端是一处由平滩和浅沙所构成的海水浴场 以及以西洋及天然礁石闻名的海湾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奇经 奇经区是台湾高雄市的一个市匣区 位于市区西南部的奇经岛上得名于日治时期 还有连接奇经和前镇的高雄港过港隧道 是台湾唯一的海底隧道 城乡是公法兴建 奇经岛是一个沙洲本岛 南部与台湾本岛相连 但在1967年因高雄港第二港口的兴建而被截断了 还有因为奇经区的附近都是海域 所以那边出名了许多海鲜 美味的海鲜 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住的饭店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装置艺术 而这些小猪猪会随着音乐舞动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高雄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好地方哦 愿意